大家好,我是民意教官 這一次為各位介紹手臂的訓練 我們手臂主要是由三頭跟二頭肌去組成 我們先介紹第一台 三頭肌的部分,我們做滑輪下拉的動作 我們做的時候一樣,適當的重量調整好之後 我們的握把保持手腕是平的,不要壓迫到 握住之後大概與肩寬 慢慢將重量先固定到最下方 保持三頭的張力,然後慢慢的回放 到底你的張力還是要在 就是你出力的感覺一直必須要在 然後再慢慢往下收拖 到底伸直,然後再慢慢回放 然後再往上收到最底 那常見的錯誤動作大概有哪一些呢 第一個像是我的肩帶沒有穩定好 變成是這樣子,這樣是不好的 所以我們要先固定好 第二個常見的錯誤動作呢 前臂會跟著做上下的動作 比如說他往上的時候變成是這樣 再往下,再往上,再往下 這樣也是不好的 那第三個就是速度太快 肌肉的感覺沒有控制好 所以變成說他可能會變成是這樣子 這樣就是不好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注意到這裡的出力的感覺 把身體固定好,然後慢慢的收縮 注意他的品質,再慢慢的回放 再慢慢的收縮,再慢慢的回放 然後前臂不要上去 好,那第二台我們選擇Cable來做二頭肌的訓練 先說明一下為什麼要選擇Cable肌呢 因為Cable肌它一直會有持續的張力 就是讓你的肌肉可以保持 一直在出力的情況之下做訓練 所以如果你的周遭有Cable肌的話 其實你可以多善用Cable肌來做訓練 那我們先來看怎麼做 一樣選擇適當的重量 那我們選擇的是直霸 然後拉起來之後先把肩膀固定好 這是我的肩帶固定好 然後膝蓋在微彎 保持你的二頭肌的張力 然後再慢慢的往上收縮 到底,然後再慢慢回放 感覺二頭肌一直在出力的情況之下 完成這個動作 慢慢回放 好,那常見的錯誤動作呢 其實像剛剛差不多 就是像肩膀會上舉 所以說拉起來之後 肩膀會往上 再回放 肩膀又往上 這樣就是比較不好的動作 所以肩膀要先固定好 再來呢,速度太快 肌肉感覺不對 速度太快 你沒有去注意肌肉感覺 這樣也不行 再來是我的屁股的位置 跟我的身體有沒有直立 不能彎腰駝背 這樣去拉 這樣也不行 所以要先把它調整好 固定好 然後身體拉直 保持張力 然後再慢慢的收縮 保持自然的呼吸 感覺它出力的感覺 保持這樣子做到你設定的 操作的次數即可 好,那訓練的動作呢 有很多種 所以訓練呢 有任何的問題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 可以一起討論 好,那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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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訓練